川普最先走下总统专用直升机 身后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和儿子巴伦 当他们走在白宫南草坪上的时候 美国之音记者询问总统对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约翰·麦凯恩号 在新加坡海岸附近与一艘商船相撞事件的看法 这太糟糕 太糟糕了 总统和副总统彭斯沿着白宫的助廊走进了新装修的西楼 这项耗资340万美元的装修工程是在川普休假期间完成的 楼里的信息技术系统得到了改进 西楼的各个房间 包括椭圆形办公室都换上了新的地毯 新闻办公室几个漏水的地方都得到了修复 但是 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白宫首席战略师斯蒂芬·班农的辞职 班农与川普核心圈子的成员发生了意见冲突 担任总统顾问的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 都是这个小圈子的成员 美国之音科科利 华盛顿报道